为了方便又安全耕作 玉璃镇春日里农友向现议员林玉芬成行 希望可以在泰林农作堤房设置过堤道路 可以让当地的农民农耕 并且也有当地族人也说 这个地段就是吸引游客造访之地 所以也能设置过堤人形阶梯 让来观光的游客能够更安全地欣赏美景 为了要方便又安全地耕作 玉璃镇春日里农友就向花年现议员林玉芬 希望可以在春日里的泰林农作堤房设置过堤道路 可以让当地的农民农耕 并且也有当地的族人也说 这个地段就是吸引游客造访之地 所以也能设置过堤人形阶梯 让来观光的游客也能安全欣赏美景 其实我参与这个案子很多年了 他们过去要被拆不拆 跟一直很痛苦的那个阶段 是我陪着他们一起过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因为这里他们好不容易 在我们原住民地区就是 也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一个农业 跟文化观光的一个模式 那也受到整个带来很多的一个效果 那是不是工部门可以花一点时间 或者用眼睛可以协助我们来做这个 玉璃镇玉西米重要产区也是推动原住民族农业文化观光 绩效卓越的部落 农户世代在这里辛勤耕耘 努力多年经政府挹注许多经费 让玉西米扬眉吐气 让之罗部落成为部落观光的示范区 所以林玉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会刊 县政府尽快派相关人员来会刊 以及协助办理 记者高松双玉璃镇采访报道